王成慧在出版领域耕耘30余载 他常常参加各类图书展览活动 为推动两岸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而奔走 王成慧说近年来大陆图书在台湾掀起热潮 受到不少读者喜爱 本届海图会他也带来了不少繁体版的大陆文学作品 十几年前可能是台湾输出版权到大陆 应该算是占比蛮高的 那现在反而是引进的占比比较高 牵涉到了可能很多的那种网络文学 还有牵涉到一些电影影视方面的原著文学小说 也会受到一些关注 尤其前几年狼牙榜老实讲是在台湾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然后最近的繁花也造成台湾市场的也是非常的一个轰动 王成慧表示 纸本阅读市场面临着日益萎缩的挑战 在多次到大陆走访中 他看到了大陆剧本沙产业的蓬勃发展 为此王成慧引进剧本《白夜食堂》并改为繁体中文版 希望用新的方式吸引更多岛内年轻人阅读 因为这个剧本沙实际上是一个剧本的阅读 那同样的就是年轻人这块来讲非常的会喜欢 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大陆好的这个剧本沙的剧本 能够同样的可以怎么样去改变成繁体中文版 让台湾的喜欢这个剧本沙的这些年轻人 也能够接触能够有更好的剧本能够引到台湾来 在台湾的一些剧本沙店能够可以去尝试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王成慧也在积极思索未来的发展路径 他期望能够借助电子书 有声书等多元化的呈现方式 让书籍在数字化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面对大环境的改变 他相信通过两岸合作定能找到新的前进方向 期待两岸出版业共同为读者打造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 我们现在一直很期望能够在两岸的合作之下 能够可以把台湾的选题跟大陆的出版社 能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这个合作不是到了平台才交流合作 而是变成能够经过这个平台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交流机会的时候 已经更多的了解之下 能够在出版之前就能够可以有适合的合作对象 就能够可以把选题之间大家互相交流 我觉得可以激荡出更多的一些新的思考模式 新的合作方式 还有一些甚至可以去发展到更多的新的一个市场 感谢观看